身心障碍学员每天前往加托据点上课 但这一天加托员带着心情雀跃的学员出门了 来到屏东环保站 三个学员很主动地帮忙颁回收物资 跌倒了没关系 好朋友上前扶一把 这是环保站教他们的 他们也学习到了互相帮助 阿斯顾世伯 他们会进来跟他们互动 他们的人际关系也跟着提升了 加托员郭素霞本身也是慈继志工 两年多来 每周一天带着学员到环保站的习服屋整理衣物 学员的到来成了焦点 因为他们看到我们会生书 我就想说我要有什么办法去跟他们融合 我就唱小苹果 怎么唱小苹果怎么唱 小苹果 有没有很想要来这里 想 为什么 几万 看似简单的折衣物般物品 对他们来说 却是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 他本来晾衣服的时候都晾三角形的 现在就晾了整整齐齐的 加托员的用心让身障学员不再只接受帮助 也能以勤劳的双手付出助人 大约新闻 陈一甄陈令委屏东报导